所以世音其实梦想对你来说 是一件很实际 不轻易说出来 可是你会去实践它 梦想这件事 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们会说 我梦想我可以变成像周杰伦那样 或是我梦想我可以像王建民那样去打球 可是其实那是幻想还是梦想 还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太轻易的说 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他可以同时又说 我想要像周杰伦 又说我想要像王建民 然后接着他又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我想要这样 可是周杰伦也不可能同时成为王建民 那你只能选一个 你只能有一个梦想 那那是什么 那那个梦想是必须 你看着现在的你的照片 那个人是你可以成为的那个人 那所以小时候天马行空 我们写我的志愿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写他要成为太空人 那可是我不知道 现在那些人他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梦想的破灭 因为到现在台湾也没有任何人成为太空人 那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一直想要成为那个你不可能成为的人 就好像一个个子很矮的女生 说我希望成为一个高挑的名模 那那个就已经不是长得好不好看 身材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想成为一个不是你的人 那你一定一辈子都不快乐 其实刚刚世音说 我们需要许正确的梦想 我们要一步一步实践它 可是这条道路上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你觉得梦想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梦想失败最主要原因是对自己不够了解 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但是而且他也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我已经许了这个愿望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所以他也不让自己有任何的弹性可以改变 那他会觉得我都已经这么说了 我就去做 可是他没有 其实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改变 比如说我在20岁的时候 我想象当中的40岁的我自己 是要在40岁退休 然后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可是我到30岁的时候 我就改变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进入到NGO去工作 那那时候我觉得 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 一直想说要去做 但是不敢去做的事情 那我也不会说 那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改变 我觉得那我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试试看 如果不行 那就只是多绕了一圈 我再回到我原本的生活回到也是可以的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当我去尝试 当我30岁的时候 真的进入到NGO去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个时候 已经订好的10年计划 就是我希望40岁要退休 那个想法消失了 你不想从NGO离开了 我不想退休了 那我的朋友当然就开玩笑 他说对啊你现在钱赚这么少 当然不可能40岁退休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可是再想一想 其实我后来发现 原来我30岁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就是 我那个时候一直想要40岁以后退休来做的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实时的去修正自己 也不要觉得说我已经就这么想了 所以就算我已经不喜欢了 我还是要去做 其实那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人应该要有随时检视自己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那种能力 再讲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秘诀 好不好 到底谁可以 到底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像楚思荫这样这么成功 再跟我们分享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细分 比如说像我自己不抽烟 可是对于有抽烟的人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抽烟的朋友都说 我今年要戒烟 可是他每一年都说我要戒烟 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 其实我今年蛮成功的 我已经戒烟七次了 但是因为所有人在戒烟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我就从此时此刻 1月1号开始 我就不要再抽烟了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意志力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失败 因为他的志愿他没有细分 如果他一天本来是抽一包烟 他的志愿应该是到一个月之后 他一天只抽十根 然后在一个月 他一天抽五根 他用不断的减量 而不是不断的用一次就完全戒烟 然后来考验自己的意志力 因为对自己来说那样太辛苦 也对自己太不了解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细分 比如说你喜欢成为十年后的自己 是什么样子 你要有能力知道怎么样 把它细分成为十等份 知道每一年 你的进度是超前了还落后了 因为你如果一年落后两年落后 你十年之后绝对不可能正好成为 你想要成为那个人 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第二年 你应该就要开始想 是不是我想要成为的十年后的那个人 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 它是不欠实际呢 或者是也许我心意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微调是很重要的 就像汽车也常常需要定位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梦想其实也是需要常常定位 常常去检视自己 不需要常常立新的志向 因为你如果常常有新的志向 表示你本来就是乱说的 因为你可以今天想要这样 明年想要那样 其实你想要的事情应该是很一致的 没错 那所以不要常常立志 而是你常常去微调你的志向 那节目最后我想要请士盈跟我们分享 所以你今年立下了什么样子新的志向呢 其实我今天 像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立的志向很具体 所以我会说我希望我跟人的关系更好 当然跟家人跟朋友 那可是这样会很不具体 所以我今年的志向是 我希望在今年结束之前 能够成为十个人生命 对十个人的生命有意义的那个人 这样子有点偷懒耶 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妹妹 新的十个人 新的十个人 对对 就在今年我希望 为成为十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意义的那个善意的陌生人 或者是对他生命当中有意义的人 有意义怎么定义呢 就是我对他的生命产生意义 应该是比如说他在悲伤的时候 他觉得我的存在带给他的悲伤 很大的安慰 或者是他在生命当中 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的帮助非常的及时 那都是雪中送炭的 或者是在他非常需要的时候 然后让他觉得 还好 还好身边有这些人 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而是觉得 觉得这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重要的 是有意义的 那就算他是陌生人 也没有关系 谢谢楚世音今天跟我们分享 怎么实现愿望 还有规划自己的人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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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